0 2 1 2 1 耶 健康快樂 一 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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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 蔡老師的時間來上初學 國中第一課 你們所講的就是 數跟量 與數線 跟學對比 好 那我們今天來探討的 就是以數先來做一個說明 第一點 什麼叫做量 在數的後面呢 附加一個度量的單位 我們就先問他一個量 例如說 你156 156是什麼 沒有給你一個單位 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好 那我先告訴你 我給你一個公分 那就是156公分了 欸 又一個量 給一個量出來 這樣懂嗎 好 再看 什麼叫數呢 把一個量後面的一個度量的單位 cancer掉 比如說 剛剛舉例的 156公分 我把公分的單位把它取掉 那究竟多少 156 對 那156就是一個數 那簡單來講的話 數跟量 我們常常在講說 數量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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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數量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觀念了 一個數值加上一個單位的量 就是我們稱起來就是什麼 數量 那如果說沒有單位呢 我們就成為一個數 那數再加上一個單位 你稱什麼 數量 這樣同學了解嗎 OK